所以,安居乐业,环境的问题,治安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教育的问题 这些事情,比如说教育,我不懂在座里面做老师的 其实教育的问题有几个部分 其中一个部分就是,以后其实我们不用再争辩语文的政治 安华到处去演讲,安华讲,只要所有的学生马来文掌握得好 马来文要掌握得好,这个没有错 我们是马来西亚人,马来文掌握好有错吗?没有错 马来文要掌握好,马来文掌握好以后 你要读华小,不是读华小,政府帮忙,政府去做好来 你要读淡米尔文小学,政府提供好的淡米尔文小学 你要读独中,政府提供好的资源 你要读联邦政府现在不承认的回教学校 政府去做,做好来,可以吗? 按照他讲可以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以前,不是50年前 以为我们一个人只能学好一个语文 今天我们可以英文好,马来文差不多,华文更好 有问题吗?可以,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居然教育水平那么高,几个语文换来换去的人大有人在 乌统停留在1950年,我们在2013年 所以教育的问题,一个是语文的问题 另外一个教育的问题是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在这有多少位老师 你去问现在的老师啊,全部大吐口水 为什么大吐口水? 特别是姆怡定做了教育部长以后 姆怡定做了教育部长以后 根本不知道,因为他不会搞教育嘛 他只是搞政治的 姆怡定做教育部长以后呢 请了一大堆的专家来做什么呢? 做电脑 现在早上九点前,我们的老师呢 就要打进电脑啊,key in进电脑 今天有多少个学生来 然后他好像很得空这样子 他要看这个学校出席率多少 结果我们的老师呢 本来应该是教育下一代的 最后变成工厂工人 你去问那些老师我讲的对不对 教育不能够当作工厂来办 教育也不需要太多的政治 教育要的是让老师有机会发挥 让学生有机会上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课程 让校长有比较大的权力 不用全部权力集中在物层 而是能够权力稍微下放一下 让每一个老师扮演他们好的角色 让校长扮演他们的角色 让学生真正是可以学习 而不需要做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对教育的期许 我们希望说教育不是越来越多人拿A 马来西亚现在是很了不起的 全世界最多A的学校 这个学校是马来西亚 那个A是那个及格 我不懂老师 你们自己去讲 有老师跟我讲 有一些科目 可能及格是可以拉到十几分 也算及格的 没有人知道 ABCDE罢了 我们不要这样的 因为这个事情 最后会看从我们的孩子的身上 会看到问题的 我们做什么东西 假如是全部想shut cut 全部想要走捷径 全部是为了表面的话 这个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要根本的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 所以要根本的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 这个政府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 这个政府像什么呢 这个政府像 好像在Titanic上面 Titanic you jump I jump 他是you help me I help you 这个Najib像什么呢 Najib像这个Titanic上面 Titanic上面 前面有冰山 他在这边 那个坐纸椅子重新排一下 房间重新换一换 他就是 根本没有想到说 现在要的不是在做表面的 不是做Titanic上面的椅子重新摆过 今天要的是转换方向